又到了一年一度光明正大 户能事的一期了 我出来跟大家聊两块钱的 最近这一个半月呢 我真的是特别的焦虑 也加上可能是到了年根了 发现啊 这个去年给自己定下的目标呢 似乎就没完成几个 然后呢 就又陷入了给自己明年做计划的 再次焦虑当中 然后呢 我就悟出来 我发现啊 这个时间管理大师他不好当 难度非常的大 您看这个每周更新一期视频 看似挺简单的吧 但其实这七天啊 真的很快就没了 那经常是我刚发的一期视频 觉得啊 终于可以平躺两天了 然后躺着躺着就突然发现 哎 怎么下一期的发布时间 马上就要到了 就更别说 这中途要是有点别的事呢 就会严重的耽误进度 所以今年呢 我也被迫的中途停更了这么几个星期 真的是没有办法了 而且呢 今年呀 打了三次疫苗 哎呦 这后劲累掉一个大 第三针呢 我是活活的跟家躺了两天 才能缓过来 这两年呢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休息日 但您要是说一直是在工作的吗 其实也不是 这个自由职业呢 就是抽空就休息 随时在工作 自从当上了这个摄影师啊 这十几年来呢 我就再也没有过过那种逢年过节 联休七天的这种概念了 所以呢 这一年四季的节假日呢 对于我来讲也没有什么感觉 本来呢 想今天这个圣诞节呀 就开始休假了 结果呀 前一天租的设备 给我寄家里来了 不干活还不行 所以呢 接下来的这一个月呀 我打算给自己放个假 最近的这些视频内容呢 都太长了 我呢 可得好好休息一下了 真的是要非常认真的 去做一下明年的计划了 目前呢 我是这个全职的摄影师 然后呢 在做这个自媒体 我自己拍摄也授课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 这也算是一种创业吧 它呢 也不可避免的 会去面临如何生存 和变现收益的问题 我的这个第二年呢 仍然处于一个成长阶段 还在寻找和适应 属于一个自己的节奏 那既要保持这个视频的质量 还要保持自己的风格和方向呢 做起来其实还是挺难的 在避免过度商业化的道路上呢 我真的是又开心又焦虑 那开心呢 是遇到了太多 让我感动的小伙伴 给我的留言呀 和私信呀 都特别的暖心 给我加油 鼓气也说 千万别停更 即使现在这个流量不高 但一定会好起来的 还有呢 就是专门来买付费课程 然后说 一直看我的这个教程 都是免费的 想支持我一把 那在这里边呢 非常感谢每一位小伙伴 对我的支持 您的每一次点击 每一次观看 每一次点赞呢 对于我来讲都非常的重要 在此呢 也感谢每一位冲锅店 打过赏和买过付费 可乘的小伙伴们 感谢您的支持 毕竟在这个动用手指头 就可以获得免费信息的 今天呢 能有人愿意花钱支持我 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像我的视频内容呢 每期播出来 虽然也就十来分钟 但制作它们呢 至少需要花四五天的时间 那一个半天写稿子核对 然后一天呢 出去拍一些外景 再有半天呢 拍摄一些产品的照片呀 还有B-roll什么的 然后录制内景 那有样片出现的话呢 至少还需要一天的时间 去处理这些样片和素材 然后呢 剪辑一天 半天呢加字幕 正所谓最有诚意的视频 往往是通过最简单的素材 纯手工制作出来的 您所看到的这每一期视频呢 都是我一个人独立完成的 也没有打算去 想要以工作室的形式呢 去做这个频道 可能我属于比较喜欢 读来读往的 这样比较自由 我呢也不想让它变得太商业化了 今年呢 有一些平台 我就不再更新了 然后呢 也加入了一些新的平台 目的是节省时间 专注在互动性 比较好的平台上 像YouTube和B站上的小伙伴呢 就特别的火跃 也是我经常去的 这么两个平台 互动呢 比较的频繁 像知乎和微信公众账号呢 它的留言和互动比较少 所以我就隔一段时间看一下 像机器头条 它上传之后啊 它会自动把我的视频同步到西瓜视频和抖音这两个平台上 所以呢 虽然这两个平台我都发了视频 但其实我平时啊 不怎么刷手机 所以呢 这上面的留言呀 我就回复的稍微有点慢了 对不住大家 小红书呢 是前几天我才刚刚加入的一个新平台 最近呢 才开始补发旧的视频 那之前呀 也因为无法通过它那个视频号的认证 所以呢 根本就发不了长视频 小红书的审批条件呢 还真挺高 所以呢 是想入住 也不让的这么一个状态 不过呢 未来大家可以在小红书上 直接看到我的视频内容了 目前呢 大多数的热门平台 您都可以通过搜索摄影师DDI 找到我 随着这个粉丝量的增长呢 找我商务合作的私信也是越来越多了 包括送册的合作 其实呢 这个大多数我都没有接 因为本来呢 也没有想把这个频道 它做成一个摄影设备 开箱评测的这么一个定位 而我自己呢 确实也不是一个特别爱研究设备的人 那虽然目前这个疫情仍然没有一个缓和 旅行的机会确实也不多 但是呢 我仍然想要坚持做自己喜欢的这个旅行相关的内容 所以并不是所有的设备呢 都会有兴趣去用 那如果我自己都不用的东西 我觉得呢 就不应该推荐给大家去买吧 不是因为这产品不好啊 是不太适合我自己 希望明年呢 有更多的机会去周围多转一转 像这个追光笔记这类的旅行Vlog的内容呢 可以做的多一些 你看我这话去年就说过了吧 这一年都过去了 还是没能离远 这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最近呢 看到了这么一条留言 让我陷入了沉思 他问 拍风景的时候 忍受孤独和享受宁静 哪个比重更大一点呢 这个问题呀 真的是戳中了我的内心了 我盯着这条留言呢 琢磨了很久 却给不出答案 对啊 我平时是忍受孤独和享受宁静 哪个更多一点呢 我认为在拍的过程当中 享受宁静更多一些吧 这也是为什么我喜欢拍长曝光的照片 再按下这个快门 到看到那张照片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像是拍胶卷 然后倒洗出来 这整个的过程呢 充满了期待 特别享受这个身边没有人的时候 或者是那种周围都是人匆匆走过 还唯独我自己站在那里边 发呆的感觉 而在没拍照片的时候呢 其实是非常孤独的 比如在清晨 大家都还在暖暖的被窝里睡觉的时候 再或者是鸡肠鹿鹿 在晚餐的时间 然后呢 闻到远处飘来的烤肉味 而自己呢 还在孤独的站在寒风当中 瑟瑟发抖 等着拍完最后一张岩石的时候 然后呢 默默地收拾东西 回家 也正因为这种孤独 让我当时有了做这个频道的一个概念 在不拍照的时候呢 还能跟大家聊点什么 因为现实当中其实也不认识什么朋友 那也许摄影呢 是咱们互相认识的这么一个起因 但是也许有一天 咱们会在现实当中面对面的 随便聊点什么 我呢 喜欢听别人的小故事 让我发现这个生活的美好 所以摄影的孤独和享受呢 就是有苦有甜吧 无论是苦还是甜呢 其实都会上瘾的 不光是摄影 很多职业其实都是一个人在战斗 我们必须忍受他的苦 因为期盼着 等待着他的甜 在这里 祝大家新的一年里 事实顺心 开心就好 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眼光 因为呢 我们都是一个人在奋斗 为了梦想 直 况且啊 您这不是一个人 这不是还有我呢吗 明年呢 我也会加倍努力的 做好课程 做好这个频道的内容 咱们还要一起玩摄影吧 加油 我呀 注意到很多留言和弹幕呢 说我这个说话速度太慢了 其实真实的原因呢 是我这个嘴呢 它吃字 如果我说太快了 您怎么就听不清楚了 前些日子呢 我上那个华人区买长粉去 老板问我 你要什么口味的呀 我说我要香菜和香菜各一盒 老板一脸问号 又问了一遍 你要什么口味啊 我说我要香菜和香菜各一盒 他还是一脸问号 说香菜一盒 还有呢 我也一脸问号 我说对呀 香菜一份 然后再要一份香菜呀 他说你点过香菜了 说完这句话呢 我突然意识到了问题 赶紧放慢我的语速 西洋菜语速 这回他终于明白了 所以您看吧 我这个嘴呀 他真是不自觉的吞音 吃字 说不理所 这要是跟发小一块玩呢 他肯定就没事了 对话内容就是 妈呢 别走柳了 上我们家吃凶事面 看小书去 但后来呢 这个工作了 认识的人呢 来自于五湖四海 说话呢 也就比较注意 别人的这个感受了 就我这么注意 吐字发音 想要说的很清楚 然后我跟这个外国人 说英语 都还被人识别出 问我 说你是北京人吧 所以呢 我就说的慢点 每个字呢 清清楚楚的 送到您的耳朵里 看中文视频 还让您看字幕翻译 才能看懂 这不就是我的不是了吗 得嘞 就这吧 您请好吧 我呢 就先叮了 放假